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 上一期呢,向阿姨请教了关于这个东突厥斯坦的会员问题 那么上期还有一些问题,也是会员问题 并且也是这个同一个主题的想问,但没有时间问 所以说我今天就继续向阿姨请教这方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 1949年以来,共产党对所谓少数民族所做的 除了所谓的民族压迫以外,还包括社会的解体 实际上沦陷去境内的几乎一切民族一切群体 都逃不开共产党的社会解体工程的迫害 阿姨您本人长期在东突厥斯坦工作生活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 共产党对东突厥斯坦的这些市居民族呢 有哪些的社会解体工程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并且能否请您比较一下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和苏联在内亚地区的统治有什么区别 中国自己就是藩属国 地位比蒙古和朝鲜还要略低一点 所以新疆自治区是一个像英埃苏丹一样的双重殖民区 它跟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是不一样的 苏联各中亚共和国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区 而新疆则是苏联和中国的双重殖民区 然后在由双重殖民区变成纯粹中国殖民区的可能中 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被消灭或者是逃亡殆尽 这时本来 可以说小布哈拉六成地区 图鲁藩地区 伊塔地区 和乌昌地区 在四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原有精英的组合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图鲁藩哈密地区 他们的居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但他们的封建关系是由蒙古帝国时期一直传下来的各路封建领主 最后变成满洲人的藩属 这个贵族机构的存在使得该地区和北京的朝廷关系极为密切 可以说如果大清还在的话 他们应该像是芬兰的瑞典人党一样 是沙皇的忠臣 对芬兰民族主义建构是非常疏远的 而按照地方认同 卡斯人和图鲁藩哈密人 人种上相差甚大 蒙古人特征很重的土哈人跟印欧人 长相跟乌兹别克人差不多 跟欧洲人 希特勒意义上的雅尼安人差不多的 卡斯、阿图什人之间又是差别甚大 在地方认同存在 而民族建构尚未产生的时代 两者很少是做到一起的 他们有不同的精英结构 土哈地区的精英结构就是清王、豪强、地主、商人 比如像姚乐博士他们家 他们家的商业关系 就跟北京的朝廷和满蒙内亚贸易关系密切 因此他们原先就是哈密亲王王府的顾问 或者是衣服商人这类人 是跟北京朝廷关系极其密切的 而伊塔地区的塔兰奇人是组合混杂 像西伯利亚流亡社会一样 他们通常是满洲帝国的敌人 对满洲人和继承满洲人的北洋中华民国最富的关系 一直比较敌对 但是他们在政治建构中的地位非常低 是比栽茂右派或者释放的流氓犯是差不了多少的 因此冲突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展开 有建制的政治运动反而很难展开 伊丽多次发生暴力冲突 原因就是早在满洲帝国时期都有前因的 比如说中国方面的记载 包括国民党的记载 共产党的一部分记载 和现在黄汉都提到的事情 都提到所谓的杀回灭汉 这句口号是有问题的 但是类似阿尔巴事件当中 打外省人这种现象当然是存在的 而且这就是早在满洲帝国时期 阿古柏和左中堂时代就早已经存在过的现象 就是祖先式的流放者 包括被准个征服者和满洲征服者流放来的流放者 后裔的塔兰奇人对统治当局 北京的帝国当局 无论它叫什么名字 叫大清国还是中华民国 还有极其深刻的仇恨 而且因为自己身处体制外 除了暴力斗争以外 找不到其他方法 斗争是暴力的群众化的无形态的 尽管黄汉是由于自己出身甚低极其混乱 他们所描绘的历史很多都是相比虚道的 但是无论如何像这样的冲突 暴力冲突是存在的 相对而言比如说俄罗斯帝国 苏联帝国大清国之类的征服还是比较有秩序的 缺少有系统的镇压 有政府机关进行的镇压 跟群众无形态暴力制造的受害者是性质不同的 这是一个容易爆发无政府主义叛乱的地方 乌昌地区是甘肃行省的地方 为了支持左中堂刘景堂的新疆建构 因为这个地方的税收和人口都太少 才从甘肃割让给新疆 因此它的政治结构是编户齐民的政治结构 本地的维吾尔人的祖先 东干人的祖先和其他来源 包括左中堂退育的老乡军之类的 他们同样都是乙级民 而且在官府眼里面都是跟内地各郡县差不多的编户齐民 因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最接近于北洋时代的北洋系军阀 河南山东的军阀统治 他们始终受到跟本地居民的出生结构不一定一致的 少数军阀派系的支配 比如说杨征兴、金树仁和盛世财都能够统治这些地方 或者是运用极少加上一点点白俄武装或者苏联统军 这是统治的核心 它是新疆内部的小中国 一般来说就是在十九世纪 六成人、塔兰奇人和哈密人都不会把这些把政敌到 敌化就是乌鲁木齐、政兮就是苍疾 跟今天所有的乌昌地区基本一致 都不会把乌昌地区的人当作自己的人 最后是六成地区 六成地区是今天维吾尔人的始祖和核心地带 尤其是卡什 但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 地方认同是很强烈的 例如卡什人和阿图什人或者是卡什人和核天人 往往彼此之间有着相互对立的认同 要把它们全部整合为一个民族 比如说大突厥民族或者是东突厥民族或者维吾尔民族 还是需要民族发明家做长期工作产物 民族发明家有阶级背景方面的差异 例如因为六成地区在文化上和商业上 这个跟姚勒博士的土哈地区是不一样的 土哈地区是大清帝国国际贸易的核心区 尤其是阿图什 阿图什是一个重要的口岸 是出商人的地方 是布哈拉贸易、沙马汉贸易和中亚贸易的核心地方 卡什天文台是沙马汉天文台的一个分支机构 由伊斯兰学者兼天文学家经营 卡什长期以来是沙马汉或者布哈拉政权的一个副首都 本地的商业联系指向中亚和 后来变成俄罗斯帝国中亚和英属印度 大清国的低关税政策 一部分是为了隋经、豪汉国、俄罗斯帝国和英英帝国 促进了他们的繁荣 经济上的影响和文化上的影响 都指向俄罗斯帝国和吞并了豪汉、布哈拉 把这些过去独立国家降格为藩属国 但是建制仍然存在的俄罗斯帝国和英英帝国 这些地方的精英阶级是教掌、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产生出来的军阀 像马木提司长这些人 这个地方是东突第一共和国 我们作为第一共和国的阶级组成 跟以英力为核心的第二共和国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国 它是阴影帝国的外翻 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身上 它的军事代表最后取到 这个政权最终被马中英消灭以后 它的代表取到阴影帝国前往日本 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 这些事情也就体现它的取向 对于斯大林、蒋介石、杨真兴和盛世财来讲的话 这种亲英、亲日、社会政策上保守的精英阶级 和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联合起来 是他们的心腹大范 杨真兴在这方面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 杨真兴早期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发明的 希望英、熙、大清国的封建统治给他省点事 因为他自己的颠军军的统治力量本身就是不足的 内部冲突又多 后期主要是在苏联成立白军失败以后 他顺应形势 在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搞平衡 以便维持他的军阀统治 也就接受了苏联制造的维吾尔人发明 而苏联支持的维吾尔人发明 是被斯大林修改列宁和弗隆之时代的政策 把取消布哈拉共和国 霍甲耶夫和布哈拉青年党左翼 在弗隆之红军之时代建立起来的布哈拉共和国 重新发明乌兹别克民族的副产品 六成地区是小布哈拉 它很容易被发明成为布哈拉民族的一部分 但布哈拉民族和突厥民族对苏联都不是很有利 布哈拉民族是布哈拉青年党发明出来 意思是把古老的布哈拉埃米尔国 改建成为一个像现代土耳其这样的民族国家 就像把奥斯曼帝国改成土耳其一样 苏联为了反对布哈拉埃米尔跟阴影帝国的联盟 采取了统战政策 就像支持国民党打击北洋军阀一样 支持布哈拉青年党的左翼来打击埃米尔 把埃米尔赶到阿富汗去 把青年党右翼赶到土耳其去 建立了青年党左翼在红军吃刀下支持的布哈拉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像蒙古共和国一样 是苏联的傀儡国 但是其中还包括了过去的很多资产阶级民族发明家 对苏联还不是十分巡抚 但是苏联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干部 等到二十年以后 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出来了 就感到布哈拉民族的存在对苏联是一个威胁 因为它隐然代表着打倒封建地主以后的新兴资产阶级统治 跟苏联所需要的那种对自己威胁更少 阶级斗争、阶级资源更加微弱、阶级地位更加低微的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新干部格格不入 这些新干部才是苏联更加信任的 而且他们自身的阶级素薄弱 对苏联造成的潜在威胁要小得多 于是斯大林更进一步 在列宁时期 布哈拉共和国的基础上废除布哈拉共和国 改建乌兹别克共和国 乌兹别克是一个古老憨国的名称 在布哈拉埃米尔国统治的晚期和俄罗斯自由立天运动时期 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当时的布哈拉人知道乌兹别克憨国的存在 就像是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唐朝一样 如果你今天突然宣布中华民族 中国人突然发现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华民族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跟比如说越南人朝鲜一起合并成为一个唐族 那你就能够理解到布哈拉民族突然被废除和乌兹别克民族突然产生的结果 乌兹别克的版图重新划分过以后 拆分以后跟原来的布哈拉埃米尔国不在一致 原有的封建关系和衣服关系被打乱 就像是法兰西革命以后重新划分省建 这样就把湘兵、布莱塔尼这些旧的封建领地、封建贵族的势力削弱了 重新划分版图和重新建构民族 在苏联意义上也就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民族是由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民族干部 出生小资产阶级和乌兰阶级的干部 不像是布哈拉共和国是布哈拉埃米尔国和俄罗斯帝国还存在时期 出生资产阶级,比如说霍甲耶夫虽然是新兰党左翼 但他本身的出生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因此还是不能很信任 所以列宁利用他来推翻布哈拉埃米尔国 就像是苏联利用孙中山来推翻北洋政府 但是最终还是要利用共产党来打倒蒋介石一样 最终还是利用自己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干部 来打倒霍甲耶夫这样的资产利益出生的统战对象 因为这时候苏联的实力已经更强大了 原有的统战结构需要调整了 杨真心在后期接受了当然布哈拉民族的垮台 也意味着对面在中华民国领土之内的维吾尔人的祖先的民族发明需要加速了 按照自然发展 比如说如果纯粹是自发的本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来搞发明的话 当时自清国末年开始,势力最大的发明只能是突厥主义的发明 太监利著名诗篇叫做《治两州之国》 两州之国就是坐在军事坦丁堡,左手抓住欧洲,右手抓住亚洲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它自己的精英阶级和欧洲人看来是欺而并伏,欧洲最落后者 但是在更加落后、更加偏远的东方,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西法成功 不断进行改革,不断进行宪政改革、军事改革和各方面改革 在模仿欧洲的近代化界限中走在前列的模范国家 六成的人民和诗人把自己清国统治下的六成和奥斯曼帝国比较一下 就觉得奥斯曼帝国更加进步,使他们的希望所在 因此才会写出这个具有单相思性质的《治两州之国》 同时,奥斯曼帝国皇帝因为坚韧哈里发的缘故 隐然对因应帝国、清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行使一种中将领袖的权力 这个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政治效果的 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执政的恩维尔帕卡和清贱土耳其党 就利用这个身份来煽动俄罗斯帝国和因应帝国的穆斯林起来支持他们 而阿古伯的七成之国,德德萨尔国,源于豪汉军阀的德德萨尔国 在统治六成地区加政敌到的一部分以后 也向土耳其帝国寻找支持,愿意做土耳其帝国的外环 这是奥斯曼苏丹的一个外交资源 这一些影响就加在一起,可以说1920年代以前 主要的知识分子要不就是杨征兴所喜欢的那种,根本不搞民族建构 我们是善良的穆斯林,阿红和教长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效忠于大清皇帝以后,在大清皇帝倒台以后 继续接受杨征兴统治是没有问题的,杨征兴喜欢他们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搞独立,而且他们讲宗教不讲政治 如果尊重他们的习惯法和宗教习俗的话 剥夺他们,继续取消他们的政治自由 或者是按照大清国原有的方式进行统治是没问题的 如果要搞民族建构,新的就是产生的 但是苏联产生的,民族建构向进一步发展以后 杨征兴为了平衡,最终接受了苏联的维吾尔人建构 而苏联流亡在布哈拉或者是侨居在布哈拉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当中 突厥主义者,维吾尔当时是个历史名词 对于今天的维吾尔人来讲,1920年的维吾尔人来讲的话 历史上的维吾尔,包括蒙古世界维吾尔,就像是唐朝或者宋朝一样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自己发明为唐族或者宋族呢? 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唐族或者宋族的发明的 历史上统治过维吾尔人的王朝多次了 为什么只有唐族或者宋族,没有梁族或者是臣族,没有魏族或者禁族 这些不都是历史上的王朝吗? 主张维吾尔建构知识分子有,但是论势力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如主张突厥主义的知识分子的 但突厥主义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 各种突厥语系的居民 我们都要注意,突厥主义是建立在突厥语系的技术上来讲的 如果从人种和历史上来讲 有很多其实是过去的伊朗系国家 只不过后来使用了突厥语而已 突厥主义暗示要建立一个恩尔帕夏 在1920年巴士马其运动时所设想的那种 跨越俄罗斯和清国中亚的巨大帝国 这个帝国再加上过去的奥斯曼帝国 它的版图比蒙古地位还要大 一旦建国以后 对俄罗斯和清国都是一个巨大威胁 即使是打一个折扣,东突和西突并列 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之类的 都是东突民族的不同知系或者是部落 只有部落意义上的区别,没有民族意义上的区别 这是三位先生 埃明那些三位先生和突厥主义右派的典型观点 东突是一个民族 哈萨克维吾尔不是民族 只是宗族或者是部落分子 那么再加上这些知识分子出身都比较高 有一些甚至是军阀子弟或者是练过兵的军阀 他们对苏联和中华民国和杨真心政权的威胁都比较大 相对而言,主张维吾尔建国的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政治立场也比较偏左,威胁比较小 当然还有其他的建国方式,比如说卡斯 并不高兴跟其他不如自己的城市并列的卡斯人 在布卡斯分子也有主张建立卡斯民族的 就像是有主张建立爪哇民族而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族建立的知识分子一样 斯大林在建立乌兹别克的同时 决定支持在苏联的侨民团体建构维吾尔民族 而不支持或者反对 尤其是反对照斯大林本人的看法 是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突厥主义建构 重点打击突厥主义建构 这个建构可能导致苏联中亚分裂 建立一个亲英亲日的敌对国家 而这个敌对国家会像毕书斯基领导的波纳那样成为苏联的边范 因此苏联不仅要在本国打压突厥主义 而且是要越近利用它对杨泽欣心政权和盛世财政权的影响力 跨国打压突厥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像麦斯伍德、埃敏这些人最后在1945年以后愿意跟国民党结盟的原因 按照他们公开说出的理由就是 苏联统治的西图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 很多我们的阶级兄弟不得越近逃到东图 国民党统治虽然不好,但是比苏联还要稍微好一点 两海相权的体积,反书反共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尽管双方对于中华民国统治还是东突独立建国的问题始终没有一致意见 但是鸽子的争议在目前这个现阶段共同反书反共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直到1949年以后 朝鲜战争是否能战出去,双方在土耳其握拳之下仍然合作了一段时间 以革置未来地位的争议,暂时结成反书反共的政治联盟 因此东突第二共和国,依靠苏联军事支持的东突第二共和国 组成跟第一共和国不一样 第一共和国全都是突厥主义者 阶级成分很高,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宗教领袖 第二共和国呢,比较亲苏的左派势力 像阿克迈提江、塞福鼎这些人 虽然更符合苏联的希望 但是在本土社会得到的支持不够多,声望不够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孙中山和宋庆林抬出来 而不能让毛泽东和周恩兰直接当权 这是很自然的做法 所以阶级成分跟第一共和国相同的土列当了总统 他一辈子一面害怕苏联的军事挟持,一面仰慕三位先生 三位先生当时很大一部分时间还在跟国民党合作 觉得三位先生才是东苏的真正领袖 苏联和他的派系也是既利用又防范 在东突第二共和国军队里面,苏联顾问掌握了军事优势 但是政治上的威望不足 因此第二共和国是突厥主义者和亲苏派的联合政权 像广州国民政府一样,形成这种不稳定的平衡 如果国民党一直存在的话,那么第二共和国就会一直存在 分散国民党的力量 但是国民党失败了 苏联为了奖励毛泽东派出苏联飞机运送人民解放军 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相当于是沙皇俄国用五百万斤粮食支持左中堂 为什么?因为对于沙皇俄国来讲 沿边善战的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找不到一个谈判交涉对象的各部落 比大清国更危险 俄罗斯帝国很容易跟大清国打成协议 让大清国管住这些部落 这样就可以节省它的统治费用 如果没有大清国的话,没完没了地打部落战争 像英国阿富汗战争一样,部落战争 对俄罗斯帝国来说还反而更赔钱 主持俄罗斯帝国外交的波罗的海德国贵族认为 中亚就是一堆狗屎,不值得费太多精力 所以他们应愿支持清国统治 也不愿支持混乱的军阀统治和部落领袖的统治 这是左中堂能够建立新疆的根本关键 乡军自身的资源是不足够做到这些的 哪怕加上上海的贷款和西洋武器 如果没有俄罗斯帝国的外交配合和粮食支持的话 清军是不可能重返乌鲁木齐的 甚至连伊犁都做不到 不可能重返伊犁,甚至连乌鲁木齐都可能做到的 根据同样的理由,苏联认为突厥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由于苏联掌握着伊犁东突第二共和国政权的军事资源 所以苏联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然后又发生了那莫名其妙的飞机撕士事件 这个事件是不是苏联制造的也很难说,局势就更加明确了 当然这是从短期来看的,从朝鲜来的事件短期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是更划算的 但从长期来看呢,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旦形成 他的威胁远远超过颜锡山、张祝林或者是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东突和国 一个统一的中国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即使意识形态的一致和中国党受苏联党扶持这个阿皇帝的关系也只能维持短期 最终中国背叛了苏联,而且给苏联造成的比过去这些政权更加巨大的威胁 可以说,斯大林的成功就是他自己失败 他是列宁党中最彻底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和马基亚维尼主义者 但是他也没有能够彻底到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历史形态的结果 如果他完全彻头彻尾用马基亚维尼主义观点来看的话 那么他应该扶持像颜锡山政权这样的诸夏小国 哪怕这些小国是反动的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而不应该扶持 哪怕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养大的 意识形态上就跟自己一致的中国共产党 任何统治者只要控制了统一的中国 都会变成俄罗斯帝国的变换 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根据一向一系列阶级关系 作为苏联殖民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同样作为苏联殖民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阶级地位相同甚至略低一地 所以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共党内是处于比山东老干部略高 跟黄俄平起平坐的殖民者核心 如果说黄俄相当于满洲人 那么山东老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就相当于是蒙古人了 东突共和国第二个共和国接受统战以后 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待遇 因为他们是苏联转送给中国的 是苏联自己的人 所以他们在党内有最高的地位 居于殖民体制的核心 等于是满洲蒙古联合殖民 中国共产党当中的黄俄和内蒙古自治区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中的伊犁塔城派系 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集团的核心 他们的宗祖国是苏联 他们的阶级地位取决于跟苏联的关系 但是在第二个共和国仍然分有一席之地 在第一个共和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旧统治阶级 主要是突历主义的旧统治阶级 自治区就要倒霉了 他们当中的政策和自治区的大部分都忘了 而留在国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 中国从湖南山东各地派遣干部工作组进驻 对每一个村统计哪些人有钱哪些人有威望 然后把他们全部打扰 有钱人就是地主或者是资产阶级 还是经商的资产阶级 有威望